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密西西比河的支流Tripewa河 在河畔散步会是一件相当惬意的事情 威斯康星大学奥克莱尔拥有威斯康星州最美丽的大学校园 说到学校的自然环境呢 学校分山上山下两个部分 学校旁边有一条河是密西西比河的支流 还有一条小溪横川学校 还有整块整块的绿地 还有森林 教学楼跟图书馆就在 就零三的点步在森林当中 这跟中国学校的人工湖啊 人工森林那是接着不同的 在这里 学生会有很多实践学习的体会 学生们能够亲身体验到顶尖的学术 UWEC在全面培养学生发展方面 领列前茅 并被多家美国媒体评为 不但优秀而且收费合理的大学 UWEC是威斯康星大学系统中 唯一获得全美今日学术奖的 二日所大学之一 现在让我们走出校园 到社区去看看 位于威斯康星州中西部的小城 欧克莱尔 人口只有六万左右 所以城中很多街道 都会像是这个样子 一个人都没有 我曾经在波士顿的市中心上学 相对而言 我更倾向于在欧克莱尔这边 上学时的一种安全感 美国这一区域对国际人士是相当友好的 所以在这里的国际留学生 总会感到非常的温暖 还有非常的舒适 让我们回到学校去教室看看 在UWC 大多数课堂都会像是这样的小班制 几个人或者是十几个人一堂课 像这种小班教学 比起几十个人的大课有诸多优势 学生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交流与讨论 分享自己的见解 同时也有更多的机会与教授交换意见 好了 来到图书馆看一看 UWEC的图书馆共有五层 涵盖各方面的图书 更重要的是 贵州各大学的图书馆系统都是链接的 这就意味着学生们可以接到 威斯康星州所有大学的图书 图书馆每一层的配置都是一样的 都会有一间休息室 一间计算机房 或者是计算机分布区 哦 对了 还有图书 这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在美国的学习环境很好 因为这边有很多的图书 然后图书馆也很方便 我们能够找到很多图书 借书也很方便 我们这里有我们的学习证 我们就可以借了 然后同时这边有很多电脑 然后可以随时上网 还有无线网络 然后可以对我们的学习 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 图书馆还有很多小组讨论房间 供我们使用 在图书馆里我们会有很多小房间 然后你只要到前台来借一下钥匙就可以了 包括你借书或者借证和资料 影像 DVD 也像都可以借来借 其实很简单拿到你东西 然后向他出示一下你的学生卡 然后他会刷一下 这样的话你的信息会存进去 所有这些些都是免费的 小组讨论房间非常重要 因为小组讨论在这里的课当中 是非常普遍的 好 下面我们到Riding Center去看看 好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Riding Center 哇 关着门 也许是因为周末 因为周末可能这个房间就会关着门 但是平时这个是一大门 也是像我们敞开的 然后这个Riding Center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如果要教什么英文的论文啊 或者是文章啊 Paper 我们都可以到这里来 然后会有很多学生 专门是那种英文专业的学生 写作专业学生会帮我们改我们的文章 这样的话我们的文章可以写出一篇合格的文章 那我的文章一般都是得A 并不是我自己多么厉害 关键是这个地方给我很大的帮助 每次我来的时候呢 拿我这篇文章 他们会给我改的 改的天理不容的样子看起来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重新打印出来交上去以后 就能够得A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然后呢大家转过来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一个 关于电脑维修的地方 如果你的个人PC啊 或者是你别的有遇到什么电脑上的问题 都可以来找他们 他们会给你进行帮助 在电脑维护中心旁边 就是学校最大的Computer Live 这个房间看起来很像是办公室 因为里面有很多小隔间 每一个小隔间里面都会有一台电脑 供学生们使用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Computer Lab 那我们平时如果上课之前 我们可以交什么作业啊 我们就可以到这里打印 或者上课之前 有什么事干 也可以过来查一下E-mail 或者是上网看一下新闻 或者是反正这里也有很多电脑 很多像这样子的一些Computer Lab 那据说我听说说 这个学校是每五个人 只有一台电脑 那电脑是分布在 很多学校的Building 那好像一些 很多学生毕竟的路上 都有一些电脑 那些电脑呢 就是给可能一些学生 突然想说查E-mail的时候用的 中美大学之间有很多不同 比如说是教育体系 中国跟美国的教育体系呢 有一些不一样 就像我们知道的呢 中国的大学 我们都是有同班同学 然后都有班主任 或者是教导老师 然后每天呢 你可以按时上课 然后下午也要按时上课 有一些同学呢 甚至是陶课啊 或者是怎么样啊 经常都会出现在中国的大学里面 但是在美国呢 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课 根据你的专业呢 去挑你自己的课 如果你不爱早起 你可以挑选下午的课 包括你可以上到一些网站 查到一些教授的资料 然后你说我喜欢这个教授 我就可以去上他的课 然后上到一半的说 如果不喜欢了 你还可以放弃这门课程 重新选择 就根据我来说 举个例子吧 我的专业是商业管理 工商企业管理 然后我专业要求呢 是要学数学 就像这个学习 我就选了这门课 然后来选择 继续学习 然后剩下呢 这个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也是我要学的 所以我选择在这里 然后据说 这门课有一个老师 教的很好很好 但是当我选择的时候呢 我的课程就已经全都满了 然后这个老师就特意 给我开了一个允许 然后我去注册了这个课程 有些说国际学生 在这个学校呢 是能受到一些优待 就是你如果想选择他的课 他会另外给你一些允许呢 去挑选到他的课的 然后对于国际学生来说 每个学期 我们有12个最低学分可以选 然后最高不能超过18个学分 也就是根据我们的VISA要求 如果超过了18个呢 就是要特殊申请的 如果低于12个呢 是美国政府不允许的 所以说呢 学分这个制度 是大大跟中国不一样的 那GPA呢 GPA呢 对 然后GPA呢 总分是4.0 然后我们这个专业呢 是最低不能超过 最低不能低于2.2 然后你平常上课的时候 可能是成绩会很好 不同的时间 不同根据的测验呢 或者是小考试 但是期末考试 如果是你考的不是很好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根据你平常的出行率 你总成绩都会不错 但是如果说 你整个学期不去上课 然后最后一次去考试 考了100分 那也不行的 可能你的成绩还是被F掉 然后因为这样来说 是看它 美国的学校 是看整个学期的出行率 和整个学期的表现来说的 具体就是这样了 有这么多不同之处 来了这里短期适应不了怎么办 别担心 这都不是事 学校为国际学生提供了ESL预课班项目 ESL老师都会非常友善 他们会尽可能地向你提供帮助 让你尽快地适应美国大学课堂 这些ESL课程很有用 你会从中得到很大收益 他们会帮助你达到这一学期 或者更长久的目标 同时ESL课程能帮助你学习 并了解美国文化 让你知道如何适应美国文化 和美国大学的课堂 中美两国大学的课堂 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ESL课程对你来说 是很重要的 在周末进行一些体育活动 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周末呢 我们有很多体育活动项目可以选择 比如说打篮球啊 或者是网球 也可以扔一下飞盘啊 或者在户外打一下那个沙滩排球 在体育馆里面有攀岩 你还可以游泳 然后在那边有一个叫做 Hilltop Center 那里面有一个保龄球馆 而且你还可以在旁边打桌球 学校也考虑到了国际学生 在美国的生活 为每一名国际学生 配了一个host family 美国家庭 host family到底是什么呢 说通俗点 host family就是国际学生在美国的父母 或者说是监护人 国际学生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 放假的时候也可以住在他们家 不过有一点必须要提醒一下 大多数的host family家都会有宠物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小猫大狗 请一定提前向学校说明 这就是host family Bruce and Shirley家的宠物狗 他们经常因为铺天话 而被主人关在房间外面不许进来 host family们会带着他们的国际学生 参加各种活动 那我现在呢就在我的host family的摩托车上呢 今天由于刚才刚下过雨 所以呢感觉非常好 非常凉快 不像前两天 哇好热 一般在周末或者是提加制的时候 我们会通过email来联系我的host family 或者他们来联系我 然后我们会在抽时间出去吃饭 或者到他们家里来玩 其实玩什么都有 在他们家甚至还有游戏机 然后在这一次呢 我把他什么都知道 看得真的不错 我们是国际学生在欧克莱尔的家长 我们喜欢经常和学生们在一起 通常会一起去吃些东西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 或者是过节的时候 会去学校找他们 一起去参加一些活动 或玩点别的什么 嗯还有什么 这个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们可以相互了解 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文化 还有我们可以见到 很多我们以前没见过的人 对我们见过很多 来自中国的优秀学生 其实我们还想见到更多 我们真的很喜欢他们 还有其他的host family 没错 我们经常待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经验 我觉得这是个相当不错的事情 国际学生只身在这学习 当他们遇到困难 他们可以有个地方来寻求帮助 对 或其他的一些什么需要 比如说现在在帮你做的这段视频 they need to make a video 直到我们离开车里家 这两个可怜的家伙 还是没能够进来 让我们到学生宿舍来看看 学校有各种不同的宿舍 有一个十一座 有大的 有小的 有干净整洁的 也有 你自己看吧 尽管宿舍各不相同 但每一个宿舍的基本配置都是一样的 都会有一个危机室 洗衣房 健身房 厨房 电视间 以及自习室 这里就是我的寝室 美国的寝室跟中国的寝室呢 有很多的不一样之处 首先第一点来讲 我觉得你在房间的装饰上 你会有更多的自由 你会随心所欲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像这些床可以调整山下铺 而且后面的书柜啊 沙发啊 你可以自由的摆放 而且呢 在美国大学的寝室 你不光可以使用 热得快 而且你还能够运用那些 微波炉 电冰箱 打印机等等 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方便的一些 器具 总而言之呢 这里不光是你 睡觉的地方 而且是你心灵 安心的一个人 你好 你还好 这就是我的摄友 在这个学校 我们每个中国学生都会有一个美国摄友 他叫盖洛特 我平时叫他洛洛 他平时给我很多帮助 尤其是在 学术写作呀 或者是在发音方面 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在一起 在周末我们经常一起去 滑过雪 一起去野餐 一起去 逛我商场 一起去游过游 他经常会教给我一些 美国的文化性的东西 而且我经常会教他一些汉语 他现在已经会说很多汉语了 比如说 刚才你好啊 或者说 或者说忽悠 或者说 失败 他可以说很多东西 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 对吧 美洛特 对吧 还有 在美国买车 也是一件可以考虑的事件 在美国考驾照 还是比较简单的 你只用简单 通过一个笔试 跟一个路试 就很轻松拿到驾照 不用上任何驾照 而且路面状态很好 人少车也少 马路也宽 车也很便宜 一般运气好的话 你能一千块钱 淘到一个二手车 如果你来美国 这个时候一百块钱 我卖给你 不爱我了个去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下面来解决一下 吃的问题 学校共有五间 不同的餐厅 一天开放15个小时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 来就餐 或者是喝点什么东西 同时 在学校餐厅打零工 也是不错的选择 一小时你会挣到 奇怪万美元 极加质的时候 会挣得更多 当然前提是 你得有时间 购买所有的食品和饮品 只要你的学生卡就可以了 同时 学校周边也有很多小餐馆 没事的时候 可以去换换口味 但是有空的时候 我们更倾向于 自己做饭时 学校有这么多餐厅 外面也有不少餐馆 我们为什么还要自己做饭呢 因为外面贵啊 因为需要卖的东西 比较容易长胖嘛 因为外面饭太难吃了嘛 据于绝对不完全统计 来美国87.2%的留学生 都会变成厨师 有时候我们也会教 每个同学做中餐 水果肉 就像 鱼 你先做鱼 你先做鱼 我好朋友 说你需要切成小块 小块 那是中国做的 所以我们切成小块 就像这样 很棒 你看这些太大了 太长了 听他说的跟真事似的 其实他学了半天只会切几块 完全不用担心美国同学会不会使用筷子 其实他们大部分都会 他们还能够用筷子来比赛 总之在威斯康星大学奥克莱尔UWEC 你能够获得非常有趣的学习生活 学生们参与实践 优美的校园环境都是UWEC绝对的优势 我们在这里向你发出诚挚的邀请 Welcome 你 来到 欢迎来到 Uruburse U of Scottsdale Fair 想了解更多 请登陆学校官方网站 3w.uwec.edu 我们都在这儿等着你